5月天今日到中国广州开演唱会 途中在开放歌迷点歌时 5月天就问到一名带着女儿的歌迷 女儿许愿想听之足 一旁的爸爸也表示 这是他人生中第一场演唱会 阿星就搞笑询问 怎么之前不先带他去看周杰伦训练一下 5月天票比较好抢啊 然而该名爸爸却诚实脱口而出 也不是抢到的是买黄牛的 让台上团员们立刻露出尴尬笑容 而阿星也赶紧说道 好啦我们破例网开一面好不好 他却为了妹妹做了一次不好的示范 幽默化解尴尬抢面 不过之后就现场粉丝透露 该名爸爸点完歌后 警察就现身询问 麻方提供一下跟黄牛的转账记录 我们不支持黄牛的 消息一出不舍网友纷纷笑亏 他好诚实我笑死了 这就是点知足的下场 点歌惨案 在网上掀起热意